神舟13号将会在午夜星空 发射之前各行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数阶段 是中国太空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 最后一次载人航天任务 三个航天员在六个月的太空之旅 有些什么要做呢?有好云讲一下 负责搭载神舟13号的长征2号F-13运载火箭 已经完成加注推进制 工作人员每隔两个小时都会再检测一次推进制浓道 走全卫星发射中心日间天气良好 预料到发射的时候会继续好天气 三名航天员扎志刚、黄亚平和叶光库 将要在太空站驻留六个月 他们会有什么任务? 首先,升空之后会和神舟12号一样 采取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最快六个半钟就可以和太空站对接 但不同的是,上次是以水平方向对接 而今次就是第一次从天和核心舱的下方 进行竞向交汇对接 进入太空站之后就会开展五大任务 包括是手控遥距操作等太空站组装建造技术试验 出仓两至三次安装机械臂的转接和悬挂装置 验证航天员载轨驱留六个月的生活 进行航天医学、微重力物理领域的科学试验和科学教育活动 以及考核各系统任务的功能和匹配性 在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进入太空站建造阶段 曼天和梦天实验舱会在神舟14号驻留期间发射 并且与天和核心舱对接 历真在明年底前完成建造太空站三舱组合体 之后也会发射循天空间望远镜 并且与太空站在同一条轨道飞行 开展天文观测 有线电视记者由浩云报道